掌握源头报价不是我商家韭菜 大家好我是小五 一个在华强北做二手机的背包客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问我 有没有必要改双卡 然后卡IPCC5G 如果是电信用户这个话题直接跳过 因为目前电信卡贴是最稳定的 移动连通虽然目前DB卡贴 可以一键卡IPCC5G 但是依旧有bug需要修复 并且手机不能重启 同时呢也是无法保证什么时候卡出来的5G会掉 说实话这个有点蓝并软 没必要这么折腾 单纯TMSI解锁模式才是最适合小白的 好了回归正题 这几天市场行情呢也是比较扑朔迷离 要涨不涨要跌不跌 万年不涨价的13Polo 如今市场不仅涨价 而且也是一击难求 13迷你横盘之前行情保持不变 苹果13小内存整体涨了50左右 目前市场128G的拿货行情在3100 13Polo也是横盘之前的行情 但是这个系列呢好像被市场的大佬 一批统一打包走了 基本也是一击难求的情况 13PM基本也是复制之前的行情保持不变 13系列的机器呢 这几天基本是没有什么价格浮动的 老款系列的机器多了一个苹果11 但是性价比不是很高 前面有1000多的S13跟12mini 后面有2000出头的苹果12 真是尴尬极了 14基本也是横盘 之前的行情不变 14plus小涨80左右 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3550 个人推荐如果不是干系的小伙伴 像14跟14plus 最近是真心别入手有点大冤种 毕竟是需要拆机开孔的机器 价格还是一路上涨 真的就有点搞不明白 入手这些机器的人 14polo跟14pm基本也是复制前几天的行情不变 市场这两年横盘的话 估计再要不了几天 部分机器呢也是要开始下探了 最近呢 有些骗子用跟我一样的名字头像也叫深圳滑翔北小五 但是他的那个墙是繁体制的墙 到处主动失信你们已经有不少人中招了 首先我不可能去主动失信你们 同时如果你们找到我的话 尽量跟我开下视频 确认一下是不是本人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收藏或者加个关注 避免下次找不到我